大家好,歡迎收看交通講的影片。 大埔區的RPP今年都備受關注, 最大的原因當然是在十四鄉的五條新路線。 另外,東鐵過海對於過海碎巴的影響都還在繼續, 大埔今年依然有過海路線的重組, 我們馬上為各位觀眾帶來講解。 開始之前說一下,由於不照跨區路線的改動, 都會在多份RPP被同時提及, 所以我們關於某一個區的評論, 將會取決於路線的官方起點所在的地區, 而包括在其他分區RPP裏面的部分, 我只會簡單帶過。 話說之前在葵星區RPP的影片提到過273C 因為載效率偏低,取消星期六服務。 遭到同樣命運的還有98271P線, 這條由九龍坑前往尖沙的路線, 不再在星期六服務。 試完這條線, 在星期六的載效率只有14%, 即是每班車大約十多人。 之後這就是我認為, 九巴今年最無謂的提議, 來往八石角和會展的900線, 今年將會開辦新的分支900X, 新路線早上7.50分, 由八石角單向前往會展, 和主線的分別在於不經緣和路。 我想大概可以快五分鐘。 900現在有相當一部分的客員 都來著於沙田的兩個站。 反正我就覺得900X都沒什麼用, 八石角人等得來都不會在乎五分鐘。 如果他們真的趕時間, 直接乘272A或者272K去大學站就行。 以他們的收入甚至可以乘的士, 900X只不過是滑蛇添足罷了。 在過海路線方面, 307A將會拼入907C, 取消收市率比較差的星期六服務。 而907C的大埔總站將會改為蝴蝶村, 經丁國路返回原有的走線, 回程的時候就會經泰和路而不是保雅路, 避免與307系其他路線重疊。 另外307A和907C的港島走線, 除了方向相反之外都沒有太大的分別。 所以這個重組方案已經最大限度這樣照顧原有走線的居民。 不過大埔中心一帶已經有線王307的服務, 不如跟307A的走線, 走完線路出城好過吧。 說一個題外說, 可不可以有現有307系的分支? 經過達運路, 就像9896號線的走線那樣, 上套路港公路呢? 不得不說, 改到之後的907C, 真是迂回到一個地步。 難道運輸處一定要補償所有受影響的乘客嗎? 接著就來到14鄉, 沒錯,這裡是大埔區。 西貢北的分區真是一言難盡。 配合14鄉注冊項目發展, 今年的RPP一共提出五條新路線, 並且將會以招標的方式決定型斷商。 其中兩條是前往沙田區的全日路線, 另外三條去九龍的路線就是繁忙時間服務。 第一條全日路線, 經過烏溪沙站前往馬安山市中心, 走線都頗直接下, 主要是方便14鄉的居民轉成其他巴士路線和屯馬線前往各區。 另外一條全日路線, 就途經馬安山繞道、馬安山路和沙利公路, 直接前往沙田市中心, 和299X的走線商市, 不過更加特顯它的特化功能, 亦都是第二條途經馬安山繞道的巴士路線。 主要功能都是給居民轉成巴士和鐵路, 不過這個超級突快, 對於客量的要求很高。 這麼簡單的點對點, 也只有263才能比美, 不過263就有屯門公路和城門隧道兩大轉車站的資產。 這麼大膽的走線, 短期之內恐怕都回不了本, 不過論方便程度, 絕對是數一數二的。 來到繁忙時間路線, 三條路線全部都途經馬安山繞道, 其中來往荃灣的路線, 取到紅梅谷路, 和沙田區的268D一樣, 避開大埔公路的擠塞, 接著經青沙公路去長沙灣, 經興華街西和葵聰路去荃灣, 都不知道興華街有沒有分站, 不過城門隧道不好嗎? 還有龐大的轉乘網絡去荃灣和葵聰, 難道想逼14鄉人坐全城? 總之去到葵聰的人, 就請移步馬安山或沙田去搭其他路線, 這條線就是方便前往荃灣中心地帶的乘客。 另外講下轉乘方面的意見, 很明顯經青沙公路對城巴十分有利, 北徑城門隧道完全是九巴的王國, 青沙公路畢竟都有79X和979, 其中如果和79X的轉乘做得好, 王后山去荃灣和14鄉去長沙灣的客員 基本上都是手到琴內, 相反由九巴中標就沒那麼好, 不過他中標才算吧, 只要不像將軍澳去到沙田的路線 以本傷人就可以了。 另外一條經青沙公路的路線 會去尖沙咀的摩地道, 途經連長道, 這裡將西九龍道路網的缺陷展路無遺, 尖沙咀上連長道就必須經過, 阿士顛道, 便想失去一批油麻地的乘客, 其實提早一點點落公路服務大角咀都可以。 最後一條十四鄉的路線, 經過大老山隧道和觀塘妖道前往九龍灣, 和沙田區的T80一樣, 都是偉業街逆走, 不過看地圖就好像不進觀塘碼頭, 但作為一個人口不多的新發展區, 突快去商務區應該不會有足夠的客量支持, 要我說應該是經九龍灣之後走觀塘道, 之後再去觀塘工業區。 老實說,十四鄉那個交通不便的地方, 哪會關心多出來的十分鐘車程呢? 如果這條線由成巴投得, 相信成巴的大老山隧道轉成網絡將會更完善。 那有關大保區的討論就來到這裏, 十四鄉絕對是今年RPP的highlight。 此外, 從307A和907C的重組可以看出, 新界東的過海路線都逐漸撤離東隧, 不過我不斷的路線重組背後就是過度迂回的走線。 我就覺得, 運輸處應該考慮了整個地區的服務重組, 務求高下運作。 最後一集我們會繼續北上去北區, 主要關注王厚山的新線, 同時也會一併講解張君奧, 將今年兩份最短的RPP整合在一條影片之外。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留言、like、and subscribe。 多謝收看交通的影片, 我們北區和西貢區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性感人 Creek